歡迎收看關鍵節時刻 今天最驚人的發展就是 台北市長蔣萬元居然公開的表達說 檢調單位已經來查 包括金華城所有的資料 而我們講的不是只有金華城 而是交包括北市科 甚至我們看到了台志光的案子 檢調的手都已經伸進來了 金華城檢調也都已經來索取資料 介入調查 未來都委會就不再受理個案 就只提出通案審議的原則 所以剛才講的現在這個火 真的越燒越旺了 現在柯文哲真的討厭了 現在三大案裡面 當然要講北市科問題已經很大了 今天台志光問題很大了 可是你想說現在原來檢調最有意思 最有興趣的要的資料最多的 竟然是金華城 沒錯目前為止柯文哲三大案 一個是北市科案子 一個是台志光這個案子 再來是金華城這個案子 我跟你講 事實上我覺得裡面最離譜的 是金華城這個案子 你覺得最可惡是金華城 目前為止來說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台志光這個案子 了不起讓台志光再怎麼賺 他最後大概賺了四五十億 已經很了不起了 另外第二個 你讓這個星光 這個北市科這個案子 你放縱它 就算台北市政府少收三十億 四十億 但是你知道 金華城這個案子 他可以讓金華城的公司 賺超過四百億 四百億 所以你覺得這個案子來說 你讓一個財團賺到四百億 而且是憑空出來的 為什麼我說是憑空出來的 對當地的生活品質 對當地的交通 還會造成重大衝擊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我們目前為止 台北市最高容積率的 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我們台北市的101 對 那為什麼要給101這麼多呢 因為第一個 台北市101來說的話 當然它當地把它建高起來 當地都要它規劃 不是 因為當時台北市 或者整個台灣 我需要一個跟國際可以相比的地標 對 而且那為什麼要給這麼高呢 因為他的幕後的地主 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你頂多是台北市政府 土利台北市政府 OK嘛 可是我跟他講 金華城這個案子 金華城本身 一點都沒有 政府的官股的任何成分在裡面 他百分之百是個民營企業 所以你是土利民營企業 你說對台北市 一點好處都沒有 好 那而且你知道 因為他的重點是在說 他能夠從容積率560 變到840來說的話 主要是經過兩次的容積獎勵 那其中有一次20%的容積獎勵 創造出來的 全部都是憑空創造出來的 憑空 就是柯文哲 他在時代裡面 他的時代裡面 增加了很多獎勵 以前都沒有 未來也沒有 然後就讓他這樣子 然後獲得了這麼多獎勵 所以是柯文哲雙手奉上的 對 所以為什麼檢調要查 第一個 你送給他這麼多 背後有沒有什麼對價關係 所以我覺得檢調 當然進來查的是 因為這涉嫌到400億元 這不是開玩笑的數字 一定要把台北市官員 牽扯到這裡面的案子 然後所有的金流 全部都要調查清楚 這個如果沒有辦法說明清楚的話 我相信任何一個台北市 你都無法接受 他為什麼可以有400億的獲利 而且我剛剛講的最荒謬 是我這兩天我才知道 一開始我們也覺得 進化成這個案子很怪 然後你給了這麼高的容積率 可是當時是說 台北市政府丟了一個 任性城市的貢獻獎 智慧城市的貢獻獎 移居城市的貢獻獎 好吧 或許說 今天整個柯文哲有個雄心壯志 他要把台北市改造成一個 他想要的世界 他就有一個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移居城市 可是搞了半天 這三個 都是金華城自己提出來的 沒錯 市長你看 這個原本的這個獎勵裡面來說 我覺得 大家看的真的有點誇張 第一個 任性城市的這個貢獻獎 你只要是 綠建築的這個 鑽石級的候選人 然後你還認養這個 所謂西邊的 南側的這個負勝公園的話 給他4% 保證給他4% 4%是很多 4%已經是多少 4%已經是 一來一給好幾十億了 然後另外 好這個可以選一個 你可以選這個上面這個案子 4%還是2% 那當然選4% 然後另外第二個 智慧城市的貢獻獎來說的話 二則一 然後你也是 智慧建築的 鑽石級的候選人 之後 然後你只要加什麼 充電車位 還有電池交換設備來說 就給他8% 裝充電設備就可以了 對 這個現在每一棟大樓都在 都有充電設備 你只要這樣的話 就給他8% 好那緊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有三個條件 取得耐震設計標準 保證台北市哪一棟 現在蓋的都有耐震設計標準 然後無償提供這個工藝空間來說 面積800平方公尺 然後還有協助周邊的人行道改建這樣 再給他8% 所以為什麼會有20% 就8% 8% 就4% 加起來就20% 20%出來的話 從原本的560來說 加了20%加上去 所以已經到了六七百平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已經到了六七百 六七百的容積率之後 後來進化城又買了一個 30%的容積移轉 去別的地方買之後 然後再把它灌回來 所以兩個部分灌過去 就從560 暴增到840之後 然後結果 市政府還給他通過 通過 對 為什麼給他通過 很可惡 第一個 你根本沒有考量當地的這個狀況 當地所在位置 我們就講 你這個 沒有錯 你要裁決的過程裡面 你要看看當地能不能有這麼大的慰納量 對 你給他800次 我們就講 101那時候 你或許情有可能 但是他 你給他 給的比101還要更多 那請問你是為了什麼 就 那理由是什麼 沒有什麼理由 不是 如果今天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移居城市 是你提出來的 我還可以覺得 你沒想有理由 可是如果這不是你提出來的 對 那你的理由是什麼 好 那結果你知道 除了這個金華城之外 還有其他人 接受這樣子的這個容積率 沒有 所以嘛 你就覺得 這太誇張了吧 所以 為什麼他 而且你知道 這幾天的時候 我覺得不講還好 就金華城自己還跳出來 包括說金華城的審計 就是說 我們這個金華城 這個營運賠很多 然後這個 他們的董作不是在登報說 歷任五任市長 然後被 市政府長期霸凌 然後開罵了這個 12年的話 延浪12年損失五六十億 你不講還好 大家說 你損失五六十億 我們台北市民市讓你多了四百億 那請問這怎麼去算 所以我才講嘛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不是 那難道以後在台北市做任何投資 做任何計畫的人 對 如果賠錢 台北市政府都要賠你嗎 所以啊 我就想嘛 為什麼這個案子大家又把它拿出來講 就是主案原理是 因為這四百億 我就講 相對於台資光 或是相對於這個整個北市客來說 這四百億 我相信台北市民的更沒辦法接受 所以說現在 講完講這個東西就充滿伏筆了 現在三大案裡面 檢調都進來了 檢調進來跟你講 北市客已經很嚴重了 搞了半天 那不是 三個案 都有大問題嗎 對啊 我就跟他講嘛 事實上 這個所謂 講完講的是說 包括金華城案 檢調已經索取相關的資料介入調查 就已經完全配合偵辦 所以說 金華城這個案子來說 看起來的話 檢調是相當有意思 有興趣要把它辦下去 連同之前的台資光 目前還在偵辦之中 還有我們一直在查的北市客 北市客這個案子來說 現在可能最新的進展是什麼 有偽造文書 現在已經是 原大跟這個柯市府的對撞 所以來說 這些案子 恐怕真的會讓柯文哲 完全是吃不消 好 剛才講 今天柯文哲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你說 他已經完全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 魂不守舍 心思不寧 就把所有的會議 紀錄公開好了 吵那麼多幹嘛 你有注意喔 他今天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以前對不對 氣定神賢 大家把考量一下弄好 我就開始想 叫沒有 我一邊走一邊走一邊走 他連看 看鏡頭的能力都沒有了 保安哥我現在看懂柯文哲在幹嘛了 第一個 柯文哲今天講話叫做 語無倫次 因為以前柯文哲 不管遇到什麼話題 遇到什麼議題 他總是希望跟他沒關係的 也要增上邊 也要蹭一下 但如今他對於自己 這三個案件 很顯而易見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媒體資源 利用自己的聲量 好好的來倒打別人一把 但請問一下他有沒有這樣做 沒有嗎 完全都避而不打 因為柯文哲很清楚一件事情 以前講話是為了什麼 流量 為了聲量 那現在講話會變什麼 塵塘陣鉤 對對對 我幹嘛要留這麼多證據放在外面 我還是不要講話就好了 所以柯文哲 當他開始閉嘴 當柯文哲開始不討論 案件說 來就看紀錄 好啦好啦 做那麼多 吵那麼多天幹嘛 代表他已經很清楚一件事情 吵那麼多天幹嘛 我幫你補下去 反正我早晚都要去地檢署報道 所以我幹嘛要講那麼多 幹嘛要繼續吵 因為這些案件 終究會進入到司法程序 可是他真的有這麼麻煩嗎 當然保留哥 但是現在有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我們看系數了這麼多 包括金華城這個叫板上釘釘的 為什麼 因為金華城這個案件 台北市所有的容積獎率 他都有固定的法規 跟固定的要點 請問一下金華城這個案件 我管你加到800 管你加到900 管你加到840 有沒有違背這個要件 違背了 違背法律 不是 而且今天如果這樣 他不是要把所有的會議公開記錄 說好嗎 我們看了今天的會議記錄 看了很多公開 更可怕的是 很多的所有的委員 都已經覺得其其為不可 很多都說 你根本就是給了 這個人家的一個空白支票 結果搞了半天 反對的委員後來都不見了 對 我們先講 都委會 我們剛才一直在講 這個都委會相關的委員 講話還有特別提到 說往後不會再審理這種個案 但他們在整個會議的過程中 提出了什麼 第一個 針對這三項自創獎勵 就如同四個字 叫做空白支票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原本首先訂定的是說 哎呀 我們還給你設置一個樓地版的寶藏 從來沒有看過有人這樣幹的 說比如說我就是給你 12萬平方公尺的樓地板 然後呢 未來不管你怎麼搞 我就確保 你都有在這個項目 保險哥可以這樣搞的嗎 當然不行 可以說我今天你打算要重建了 我就給你說 哎 絕對 保證你往後可以蓋到這樣的面積 所以 人家老百姓要一瓶換一瓶都沒有辦法 你現在 你給他一瓶換五六瓶 對 所以這些東西都被都委會糾正了 因為這個就是空白支票 意思是說不管你容積要怎麼報 隨便你怎麼填 反正你只要講得出來 你只要掰得出來 你只要寫得出來 我通通在送你 保證哥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一個大問題 金華城這個案子不是都更案 他是自己閒來無事吃飽太閒 把金華城整棟打掉 打掉之後說我要重新蓋 他是想說我不賺錢 不賺錢我就打掉重來 關我屁事 你賺不賺錢關我屁事 請問一下如果任何一個廠商講說 嗨我不賺錢所以我就要把房子打掉 然後容積去蓋 我跟各位講 現在不用101 台北都有什麼102 103 到處都是 幹的亂七八糟 可以這樣說你不賺錢就搞嗎 而且這個小沈講話也是很好笑 小沈出來講說什麼 他說 嗨啊 因為我這個出來 我這18年來賠了多少錢 嗨啊 我這12年來又出了賠了多少錢 保證哥你知道有趣是什麼嗎 有趣是什麼 他跟他講了兩次然後金額兜不起來 兩個次金額都不一樣 隨便你喊了嘛 看你他自己賠多少錢都不知道 對嘛我也可以說我最近住的房子實在太差了 所以我能賠多少錢 導致我風水不好磁場不對 所以我要把我房子直接原地改建 然後容積旅王喊多少都多少 沒有這種事情的嘛 所以為什麼檢調會對人這個案件 因為這就是黑白來胡來 但所以保證哥 但是我們講完了 柯文哲陸續從星光 現在已經衛造文書確立 對不對 那個案件 原大的衛造文書確立 到什麼金華城這個案子 容積獎率很明顯有違法的自由 但你有沒有仔細數做到一點 雖然柯文哲不講話 但誰在講話 黃先生在講話 黃先生在講話對不對 還有誰 連學姐都跳出來講話 連這些市議員 包括你連你都叫不出名字的 一開記者會 那我跟各位講 柯文哲現在很顯而易見 他內心接受一件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接受一件事情 他接受一件事情就說 自己早晚都得要步入法庭 但他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就說 我的小草絕對不能讓人家走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懂了嘛 剛才蘇培議員是不是在講 莫名其妙你議會不去然後在那邊開直播 我直接跟各位講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好不好 他現在要把整個法律 未來的法律戰爭打成政治戰 就我政治上跟你攻訪嘛 以前大家最喜歡講說什麼 不要討論事實來 藍綠來對決吧 現在柯文哲要玩這一套 不要跟你討論事實 不要跟你討論真相 我直接跟小草訴求就是 政治對決 政治對決 反正你相信民主黨就相信民主黨 因為這個理由很簡單 現在唯一能夠把柯文哲打垮 只有幾種方式就是讓他進去 裡面蹲 但是如果柯文哲進去裡面蹲 他還是把小草緊緊抓住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才三樓的目的嘛 因為他知道今天不管你藍 不管你綠 你要的是什麼票 要的是我小草這些票嘛 把小草當笨蛋嗎 柯文哲現在鐵了心 就算我去裡面蹲 這些小草我也要緊緊抱著 如同我送蔡英文那一尊 好 對 之前我跟你講 丟這三個東西以後 我一直以為的是 今天台北市政府 為新華城量身訂做 就像星光仁壽那個 也是為你量身訂做 結果後來搞了半天 他不是量身訂做 是照單全收 這真的是 金華城自己提出來了 提出來了以後 其實台北市政府 就完全答應你嗎 還有 今天不管你講 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移居城市 我給你這麼多 我怎麼有好處吧 可你說今天給了他840的容積率之後 台北市民只有倒霉的份 沒有任何好處 是 柯文哲給金華城的這一些容積 如果台北市民 其他人都可以比照 那都OK啊對不對 他有我也有 那大家一起好嘛 可是你知道嗎 包含任性城市 包含智慧城市 包含移居城市 只有金華城適用 其他人都不行 只有金華城 對 因為金華城提出來的 未來也只有金華城適用 其他人有沒有提過 沒有 為什麼 有多離譜 我告訴大家 任性城市的貢獻 4% 換散城面積多少瓶 你知道嗎 1000瓶 1000瓶 是 你知道金華城做什麼事情嗎 任養復華公園啊 這復華公園很大嗎 我就要問問看 是多大大安森林公園 這麼大嗎 不可能嘛 在金華城周邊 有哪多大的公園 就是偶戲館旁邊 那個小公園而已嘛 你去任養一個小公園 就可以得到這麼多的地平 對 所以 你知道嗎 像我們大安區啊 有很多這個 有能力的長輩 他們也都在任養公園啊 那如果金華城任養復華公園 就可以得到4% 其他人可不可以比照 柯文哲講話 說看看嘛 另外 智慧城市的貢獻 只做什麼 只做法定停車位 要6%以上要有充電車位 再來 要電池交換站 給公眾使用 欸 啊這不是很多的 中油都在做的事情嗎 對啊 是不是 而且我們家很多 很多新大樓都要有 基本的充電裝啊 很多新大樓都要做啊 對啊 這多少瓶 多少% 8%耶 8%換算說 他們換算的這個 精華城 樓利板面積 樓利板面積啊 你知道是2000平耶 2000多平耶 再來移居城市要做什麼事情 要鋪馬路 要鋪吉祥路跟東名路 而吉祥路跟東名路 都是因為精華城現在 在重新蓋的時候 壓壞的馬路嘛 你把它補好不是應該嗎 請問你這樣子 夯不郎當的 送一送 就送了5000多平 到底什麼意思 而這5000多平啊 到現在有人說100億 也有人說400億 不等 為什麼 因為是在太多錢 在至少百億以上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講清楚 到底是多少錢 因為那個債人花的啦 魏京小省要喊 一瓶100萬 一瓶200萬 一瓶500萬 都債他花啊 對不對 可是你已經送給他 台北市民獲得什麼 柯文哲在講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怎麼說啊 他說啊 你們都不知道啦 金華城 之所以會有那麼多的龍基獎勵呢 是因為要帶動 南松山的發展 請問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那三個龍基獎勵 獎勵的20% 給了5000多平 包含移居城市任養公園 包含做充電樁 做這個停車位 充電停車位 包含鋪馬路 跟南松山有什麼關 看不出來 跟帶動南松山有什麼關 對不對 所以你柯文哲根本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嘛 然後接下來呢 又把責任推給誰 推給都委會 說都是都委會的委員嘛 這個要給幾% 龍基獎勵要給幾% 是不是能夠比照都更 都是都 還跟我沒有關係 對 都是委員決定的啦 跟我市長無關啦 我就幫好龍斌好市長 抱不平 可不可以介入 市長可不可以介入 可以嘛 之前金華城只是要從392 變成560的時候 誰說不給 好龍斌不給啊 好龍斌還因此被送上監察院嘛 對不對 所以市長可不可以介入 我告訴你 好龍斌好市長 告訴你可以 可是你為什麼沒有介入 你反而給他20% 然後你現在才在那邊 割到菜都說 都是別人的問題 都是委員的問題啦 另外我要講 台北市有沒有奉公職守的公務人員 有 你知道嗎 在110年8月18號 都委會的第一次專案小組 在進行審查的時候 我們法務局的代表說了什麼 他說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的 組織長程規定 所有的職長 這些委員的職長 不包含創設隆基獎勵制度 不可以多加 對 就像立法委員不可以增加預算 是 所以我們的都委會的委員 是不可以創設隆基的 你可以建議 但你不可以創設 但在金華城的這個案子裡面 他直接是創設了 剛剛我們講的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宜居城市 百分之二十 是 就是百分之二十 創設的這三個 柯文哲你知不知道 這麼基礎的ABC 我們的法務局 都在委員會裡面發言了 這麼重要的一句話 柯文哲沒有看到嗎 我不相信 所以柯文哲是故意沒看到 還是知道 就是審慶金要 然後我就給他 那到底這有沒有私相授受 如果被查到金流 我當然會認為有這個貪污的問題 但如果沒有金流 有沒有土力 有嘛 沈慶金馬上就現賺了嘛 沈慶金說 金華城經營18年 共賠掉130億 但我要問問沈慶金 你之前金華城這塊土地 要做什麼 做工業區 他本來是沒給大家 他本來是唐榮鋼鐵廠 唐榮鋼鐵廠變成金華城 金華城本來想說 百貨公司就做不起來 現在又要轉了 是 所以你本來買了一個工業區工廠的土地 什麼東西都不能做 然後之前的市府幫你變成說 讓你可以做山場 然後容積392 你都嫌不足還要到560 然後好農賓不給你 柯文哲給你 然後你還要跟柯文哲陳情說 我還要更多 你18年來金華 柯文哲又給了 是 柯文哲就給了 然後他現在還得了便宜來賣乖 還說他37年來都被霸凌 我覺得他真被 真正被霸凌的是松山的居民啊 你知不知道在 東寧路一條之隔的 馬路的居民 松山區的居民 大家都在等都更 一瓶換一瓶都不可得 為什麼光光審慶金 你不只從工業區變392 變560 現在還可以到840 我覺得這對松山的居民來講 真的是情何以堪啊 你帶動的不是松山區的發展 你帶動的是 沈慶金跟威金集團的財庫增長 好 蘇菲 讓我們講 現在 你說我的都市計劃 台北市是其實 我以前跑台北市政府 我知道台北市政府是 都市管制最嚴格的一個地區 你每個都有一個上限 現在可怕在於說 第一個 你居然可以創上三個條件 三個條件都是沈慶金自己 因為金華城丟出來的 配合人家 配合人家 而且你完全突破 整個台北市 整個都市計劃 去應該有的限制 剛剛蘇菲提到說 我們的法務單位說 都委會不可以創設容積 市府自己都不可以創設容積了 但是荒謬的是 這個案子居然是 業者地主創設容積以後 我們照單全收吞進去 整個細部計劃都是 金華城他們擬聚來 我們就同意 請問一下台北市 有哪一個地主 有這麼大的權力 你想不到理由給我容積 放心 我來想 我想好送給你 你負責給我通過就好了 官有這麼好做的 生意有這麼好做的 你知不知道 當時他跟台北市來談 要增加容積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就說 可是找不到 容積獎勵的法員 依據給你啊 最後每一個容積都是什麼 准用都更獎勵 准用都更獎勵 什麼叫都更 老房子 舊房子 危險的房子 要都更 人家才有都更獎勵 台北市有多少老房子在熬熬待補 等著都更獎勵 希望能夠都更換金華城 那金華城是都更嗎 可是金華城不是都更 他不是都更 他就是 他18年 他就是一個財團老闆的任性 當時投資錯誤 蓋了一個虧錢的金華城 想想的說 這不會賺錢 我任性要把它打掉 打掉以後 你們家的事情對不對 不行 我還要再去跟市政府 再要融機獎勵 然後還要再去搞融機移入 搞到那邊變成史上最高融機率840 今天早上我跟李四川副市長通電話 他說如果當年他是都委會的主委 他連融機移入 就算他自己花錢都不一定要給他 為什麼你有錢買 你就可以造成當地的負擔 你知不知道未來那塊地 四層樓 四層巨大的商辦 地下七層 地上十九層 地下七層 地上十九層 然後你想想看 周圍全部都是 矮矮舊舊的老房子 對 之後這些居民看著這四棟 豪華的頂級商辦 心裡面情何以堪 剛剛蘇培說 小市民只要求一瓶換一瓶換不到 金華城一瓶換三瓶換五瓶 他自己任性虧了錢 為什麼要我們市政府陪他 更可惡的是 你知不知道 柯文哲得意洋洋的去跟沈慶津 一起參加金華廣場的動土典禮 兩個人站起來那叫什麼 彎商 叫什麼 揚著刀叉吃人肉 對 柯文哲好意思說 哎呀這個 威京 東邊有個桃租影園 西邊有個金華廣場 金華廣場就是我們松山的桃租影園 他知不知道桃租影園是豪宅中的豪宅 所以你柯文哲 你蓋一堆色宅豪 讓年輕人入住 六年後把人家趕出去 人家還是沒地方住 但是你在協助沈慶津草房 一個桃租影園不夠 還要一個商辦級的桃租影園 一瓶喊到兩百萬到兩百五十萬 而且剛剛講是說 金華廣場這個地方是很多的 都市開發也就覺得不可以 很多的委員說 你不可以給人家這樣的空白支票 可是後來這些質疑的人都不見了 有一位曾委員就說 你這樣形同給開發商空白支票 他們愛蓋多少樓地買面積就自己蓋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提啊 計畫自己提啊 我這樣子要多少容積獎勵 我這樣子要多少容積獎勵 剛剛蘇培講的 只要設充電停車格就有容積獎勵 不是市府要求的 是金華廣場他們自己提的 哎呀我做這些 我要這些 我要自問自答你的一個方案 然後市府就給他過 對 所以當時不只這些這個曾委員 曾委員後來就沒有被聘了 那後來就沒了 沒了 當時監察院在調查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知道調查這個案子的人是老司機 市府老司機 他叫蘇立琼 他是柯文哲的前秘書長 對 他就辦那個四大運的 對 四大運之母 所以他對市府的運作一清二楚 他把所有反對的意見的人 全部都找來 裡面有都發局的人也有反對 學者也有反對 委員也有反對 他把他列了一張落落人的表 就是白紙黑字讓全民去看 有這麼多反對的意見 為什麼你還敢幹 剛剛蘇培講了一個重點 都委會的決議市長能不能干涉 當然可以啊 大巨蛋也好 金華城也好 只要是重大開發案 市長當然有決策權啊 所以這個案子 從392到560 有沒有高層的指示 當然有啊 昨天沈慶慶說了 林清榮嘛 好在有林清榮嘛 560再到840 有沒有高層的指示 彭正森是主委嘛 都委會主委他通過的嘛 所以今天不要去怪 都發局的基層同仁 他們直到此刻 你知不知道監察院調查的時候 他們老老實實的說 我們也認為他們的公益性 跟我們給他的容積獎勵 不成對比 都發局的同仁是心知肚明啊 但是洪山是怎麼還講說 這些人都還在你市政府裡面啊 他們心知肚明 他們跟監察委員就老實說了 我們也認為 我們也知道 金華城付出的公益 跟他拿到的是不成對比 可是那誰讓他們給的 請問一下 誰壓著這些公務員給 好所以 如果再這樣下來的話 我真的覺得 太誇張了吧 你也跑過市政府 哪有市長這麼幹的 所以我說 柯文哲現在面對的問題 非常麻煩 因為三大案看起來 都是嚴重的案子 不是隨便講講 然後兩天以後就沒有下文了 是後面東西挖不完哦 剛剛說會跟大家講哦 郝龍斌其實為了這個事情 他守住392的這個容積獎率 後來還被監察院 也糾正一次啊 2017年2018的時候啊 那你要知道 那個時候糾正以後 林青蓉就給了金華城 從392變成560 那金華城前兩天 不是開記者會嗎 你看他那個老闆 董事長跑出來講說 我們被霸凌 因為我們商業 第三種商業用地就是560 對不起觀眾朋友 那是最高560 誰跟你講說來就560 對不對 你今天連獎金 每個人都拿6個月嗎 所以你今天要最高560 那現在為什麼變840呢 那當時為什麼 郝龍斌他沒有給他560 因為你在剛蓋金華城 就已經給他一次獎勵 他是一次性的 所以後來他認為說 你不符合都根 柯文哲講說 我還是認為他可以拿到 商業第三用地的560 那你就給他560嘛 為什麼後來第二次 又給他給到840 就是他後來自創這三種 我可以還有很多東西 那他自創你為什麼接受 那沒關係 你覺得你有理 你就好好跟大家說嘛 最近這幾天大家在問你 為什麼給到840這件事情 觀眾朋友 剛剛講好龍斌的392 因為後來有監委調查以後 就糾正了好市府 但大家不要忘記 柯市府也被糾正啊 柯文哲市府 針對金華城 給到840這件事情 在今年的1月24號 警察院就已經糾正 柯市府了啊 所以你這個是 自創容積獎率 你竟然給他 第二個 所以他以後金華城要蓋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現在要重新再弄 但是你就560 你就好好560就沒事了 你給他給到840 你竟然就要給大家答案 那今天問題換回來就是說 因為你給的太高 你給了金華城 超過我們中華民國最高上限 因為連台北101都沒有到840 那這種狀況真相 你就去跟司法檢調說明 黃沙恩昨天有講 他說 這事情就送檢調就好了 對 所以檢調現在跑去跟 蔣萬安拿資料了 對 檢調就跑去跟蔣萬安講 他早就要資料了 所以市府的政風處是這樣 所以我說蔣萬安的作風不太一樣 他不會說看到什麼東西 他想查他就出來講 他通常都已經查了包含臺志光 也是政風處先查了以後 檢調就開始發現以後有問題 陳時光被收押嘛 然後北市科跟金華城也都一樣 那我今天還是跟大家講 中華民國是無罪推定 客人常常講說什麼 沒有20就沒有28 對不起 這三大案未來三個月 市議會已經成立專案小組 這是北市科小組 這是金華城小組 兩個議員坐在這邊 未來三個月 如果市議會調查的結果 對柯市府來講不利 這是其一嘛 就議會調查 第二個 市府的政風處也在查 第三個 檢調也在查 所以就叫三路齊發 三大案三路齊發 要少三個月 那柯文哲其實說實在的 你現在的策略是錯誤的啊 因為你最清楚啊 你就出來跟大家開記者會 一個一個我們剛講的 每一個 你就把他各個擊破 原來有誤解 就沒事了 但是你卻都一直 好這個不要講 這個不要講 每天記者要問 他就說這個不談 很奇怪 因為我們並不清楚這幾個案子 你卸任市長也一年半了 你是2022年 12月25日就卸任了 所以這件事情 慢慢浮上來的時候 並不是誰要打擊你 你現在目前 民眾黨這次也已經選舉選就選完了 是因為市府市議會 政風處檢調都發現有問題了以後 你是唯一可以釐清的人 柯文哲要把他人設 這個救回來 他就必須要親自上火線 回答所有的指引 董事長 如果這個下去 剛才講 檢調早就在查了 這幾個怪異的事情在哪裡 你知道嗎 第一個 當天的都委會的主持的主任委員是誰 彭震生嘛 那彭震生有這個膽量 改一次給他過這麼高的容積嗎 他沒有吧 所以剛剛兩位議員都在講一個問題 說市長可以介入 市長當然介入 他是之前就介入啦 彭震生這個人是聽話的人 市長沒有交代 他敢在那個都委會上做這個決定嗎 而且當天是用共識決 一般來講的話 我對都委會我太了解 我抬開案子 要送都委會的東西太多了嘛 很簡單 我們送西部計劃 當然是我要要求很多我的東西嘛 我要求的東西就會被怎樣 被推薦嘛 你可以要求啊 你要求一大堆啊 結果我都會省不過退回去 你重來嘛 過期限就不受理嘛 對不對 這有規則的 那有像這樣子 我丟出三個東西 一下拿了20% 然後台北市政府照單全收 這個不合理嘛 就我有權利 就想建商開發商 一定會提出任何可以想像的要求 合理不合理 不管只要合法我就可以幹嘛 這個事情看起來表面上是合法嘛 不合理嘛 不合理的理由 我們在這邊處於細部問題不討論啊 表面上是合法 其實不合理 我跟你講在這裡 因為它是一個從 這個所謂從工業區變成商業區 商業區融機沒有用完 再恢復舊融機 然後再加上這個融機獎勵 跟融機移轉 這個故事就那麼簡單啊 那商人這十幾年有沒有賺錢 干政府屁事 那你賺錢我會分給政府 當然不會 會嘛 你虧本是你家的事情嘛 那只是讓我們感覺到說 你賠本的時候就找政府麻煩嘛 你賺錢的時候你也不分給我 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柯文哲的概念有問題在哪裡 這個案子跟蘭松山的 這個發展有什麼狗屁關係啊 因為我是松山人嘛 我松山人啊 你松山人 我是副台嘛 可是我對松山過月 蘭松山天橋下 我從小到大到大 再過多少年 再蓋這個新的大樓 將來也會有交通的問題嘛 所以本來就有環境影響 評估要考慮的嘛 所以這個時候有一個大問題 你彭正森有反對委員的 這個紀錄存在 你為什麼不用表決呢 你可以用表決嘛 表決不過跟市長講 這表決不會過 因為還有他有兩個委員 還有府外委員 還有府內委員 這個一般來講的話 一般我們政府會為了小心起見的話 會把府外學者委員數目 大於府內委員 因為推卸責任嘛 我何必去 我何必來負責幹嘛 公務員不想負責嘛 所以一般府外委員要有意見的話 這個案子不會過的啊 你怎麼會 彭正森這個人 為什麼能夠共識決出來 然後被蘇利瓊 在糾正的時候 全部把反對意見掠裂出來嘛 這問題在這裡啊 如果我是彭正森 我當天主持主委會的話 有反對意見的話 我不敢這樣強度觀山 這太恐怖了嘛 因為我剛剛講的 廠商提任何不合理要求 都是正常 那可以理解 但是我政府可以反對啊 你是把關啊 我把關的人啊 你把關怎麼給他過呢 所以我剛剛講的 好 那問題來了 彭正森是不是只有這件事情 幫柯文哲忙 不是嘛 他在選舉過程當中 幫柯文哲募款 幹了很多事情嘛 後來兩個關係又搞壞掉了 又搞壞了 現在關係 兩個現在翻臉很惡劣 反正 柯文哲跟任何人的交往 他有一個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 你看他跟 他到每一段時間 會有人上車 會有人下車 李四川講的是對的 欸 我為什麼要給你這個 容積移轉啊 對 我可以 我可以否決你 而且你運用 你又是督根 為什麼用督根 你知道他概念什麼意思嗎 因為督根獎勵的 最高獎勵的 這個百分比是50% 是原基地的 容積的50% 就說原來如果是530的話 560 他現在560 商產560 我可以給你加上200多上去 就到800多嘛 所以他用督根才有辦法 加上那麼多容積出來 而且容積移轉是他30% 他是買來的嘛 那花錢買來的 那就是問題是 整個環境能不能容納 那麼大的容積呢 所以這個就是有很多府外的委員 表示了反對意見 他仍然給他硬幹嘛 那我現在問題是關鍵在哪裡 最重要有一個違法的地方 就檢調要查哪裡呢 查柯文哲怎麼交代 這個彭震生 那中間黃珊珊有沒有介入 這才是檢調查的地方 重點是誰單 是你彭震生一間單起嗎 彭震生不可能一間單 彭震生到了台北計程署 就會一五一十的講出來 而且他不是這麼笨 不可能讓你市長口頭交代 他一定有下條子 你不敢嚇出來 誰都知道柯文哲會翻臉 你不給我寫清楚 所以你放心 這個案子叫破案 就是說彭震生當污點證人 柯文哲就屌了 全方位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週一到週 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單眼來上線